大家好,我是李双林 有一位朋友留言 他的问题是说 李老师好 听到很多风水师说 在阴宅风水中 点到较大的龙穴会伤到风水师自己 就算风水师知道龙穴的位置也不敢点 请问老师 对此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其中又包含了哪些信息 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听到过 只要你接触风水 特别是接触一些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风水师 往往会给你传播这样的一个思想 他会告诉你 他说真龙穴地是不能够随便点的 如果点的不好 或点的不合适 就会伤害风水师 或者说风水师就会遭天谴 就会瞎眼睛 我们这边有一个风水先生 他的年龄的话大概有六十多岁 但是他有一只眼睛瞎掉了 瞎掉了过后 他就到处宣传 然后他怎么讲 他就说他曾经给别人点了一块真龙穴地 回去他眼睛就瞎了 我说这个故事大家相不相信 首先我是不相信的 因为就像我对他的了解 这个人不是很靠谱 所以他可能会编造一些谎言 那眼睛瞎不瞎跟他点什么地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 在古代特别的重视 就是我们学习风水 他有一个戒律 有十个戒律 就是说风水师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在这个戒律当中 并没有说到 不能够去给别人 就是说给有缘的人 找一个好的风水地 没有这个说法 也没有这个戒律 那么戒律的大概内容就是讲 不要做伤害的事情 不要帮助坏人成就他的事情 也不要去 就是说也不要去勾引 就是说和别人的妻子 或者说别人的女儿 有什么瓜葛等等 就是说有这些戒律 但是他没有说 不可以给别人看一个好风水的这个说法 那么为什么民间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就是在古代 风水树特别的神秘 就是过去的时候 风水树是特别神秘的 不像现在 你看很多人都懂一点点 我前段时间还碰到过 一个十多岁的小孩 他还在和我探讨风水来 也就说明现在懂风水的人 了解风水的人 越来越多了 因为信息化时代 很多东西就公开了 大家觉得他不再神秘了 但是在古代 他很有神秘感 往往也会制造一些神秘感 同时的话 他也会误传很多传说出来 就是说很多传说 他是假的编造的 那么古人呢 对点穴啊 他的确是有很多忌讳的 第一个 他不敢点真龙穴地 这是因为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往往好的风水 这个地啊 他以前就已经有人用过了 就是好风水古人用过了 你去挖 挖着挖着 可能会挖出来一个古墓 就是很有可能会挖出一个古墳 在表面呢 你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但是你挖下去 可能就会有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些淘金的人 就是我们看了一个电视剧啊 叫这个胡八一嘛 他不是风水师家吗 他可以帮助别人去盗墓 那么盗墓啊 为什么要用到风水师呢 这就是因为啊 风水师可以通过来龙 然后来观察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的风水是最好的 然后你就在这里去找 可能这里就有古墓去探测 可能就有古墓 而且是富贵家庭的 为什么呢 那就是古人帐坟呢 他一定会找一个好风水 这是一个潜力条件 第二个好风水 百分之八九十 是让有钱人给占了的 穷人是占不到的 而有钱人 他可以请个先生 然后到处走 你说哪里就哪里 他有权有势他能占 包括现在这个时代 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有时候挖下去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有保障 也就是说好风水的地方 往往他是有古墓的 但如果风水先生看到这里了 然后你挖下去 你就用了别人的地方 那么从这个阴的这一部分来讲啊 可能就会招惹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当然这个先生运气好 肯定没问题 运气不好 可能就有问题 这个是民间呢 比较认可的一个说法 那么第二个说法呢 就是说把好风水告诉给了一个无德的人 而他的子孙后代阔 他这个人没有德行 他富贵了 他有权有势了 他可能就会去淋漓相礼啊 或者说去欺负别人呢 等等 就做坏事 做恶事 那么你就成了他做坏事的一个助手 一个推手 那风水先生他也是要背因果的 所以在风水学当中就说古书啊 大家可能很少看到过啊 古书的话 你翻开第一页 他不是马上告诉你风水知识啊 他是讲很多啊 忌讳 比如说有一个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未看山中地 先看乌下人 乌下无福人 山中地不灵 就是说你去给别人看风水 你首先要看一看 这家人呢 有没有福气 这个福气啊 现在很多人把它理解 理解为这个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 就是说命中有没有财运呢 八字好不好啊 这个是很狭义的 其实古人要表达的是说 你要去给这个人看一个好风水 你首先看看他有没有德行 因为德行呢非常重要 厚德载物 只有你有德行呢 这块好风水你才能够承载得起 不但你承载不了啊 这是一方面啊 就是如果他真的没有德行 你给他了 那么你就是一个作恶的助手 这个就是因为这两个因素 所以很多人在说啊 好风水不能随便给别人点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有些人说点了就会如何如何 他就有一点夸张了 从事风水行业 特别是阴宅风水 它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直径 大家如果去观察就会发现 你看像很多风水师都很难得到善终 很难得到善终 或后代啊很难有好的 当然不是说全部 我只是说有很大一部分 是这样子的 这也像古代说的这样啊 从事一些偏门行业 他就有一个行业的忌讳 如果你不守住这个行业的规矩 那么就会找反思 就会出问题 这也就是因为你给别人看 如果你找了一个好的地 找好的风水 那肯定是万事大吉啊 比如说你帮助了别人啊 人家又有德 比如说这个人将来可能会救更多人 比如说当个医生 成了一个博士 院士 然后呢 研究出了一个很好的医学技术 救了很多人 那么你就是功德无量 但如果你帮了一个恶人呢 你就罪恶滔天 它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辨证的来看待它 就第一个你去 如果有好的地 这家人的确是很有德行的 邻里之间啊 人际关系也出的不错 那么你就告诉他有德行 他将来好起来了 帮助更多人也是你的功劳 那么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 比如这个人是会黑社会的啊 天天去欺负别人 那么你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风水就不能随便交给他了 就要出问题 而且他没有德行 他也受不了的 他也受不了啊 就说就算用了 他也受不了 你要出问题的 因为他没有德行 当然的话 如果你随便去给别人看 看一个不好的地方 也要背阴果 所以风水式的阴果债 是非常多的 阴这一方面的阴果 阳这一方面的阴果 都是有的 所以做这个行业 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福报 自己平时就要多修德 多积福 也要强化修行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要不停的积累德行 不然的话 会反噬到自己或子孙的身上 非常不好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